苹果是日常生活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,广受中老年人的喜爱,但是很多人都是直接吃,这样等于浪费了苹果的营养。 那怎么吃才能让苹果的营养最大化呢?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老一辈的人常说,皮肤不佳,肠胃不适,应多食蔬果,其健康营养之意常半左右,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智慧。 然而,许多人并未将其付诸实践,从而导致肌肤暗沉,痘痘频发,体重也日渐攀升,纤维素,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一种,对肠道有益菌群的繁殖大有弊益,若蔬果摄入不足,可能使肠道受到有害细菌的侵袭,进而诱发肠道疾病。 对于那些致力于减肥的人而言,常吃水果蔬菜不仅有助于减少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,更能有效控制体重。 许多减肥失败的人往往因为蔬果摄入不足,为身体留下了过多的进食空间,导致摄入过多高热量食物,体重逐渐上升。 而当你摄入足量蔬果时,自然对其他食物失去胃口,加之蔬果热量极低,自然不易发胖。 此外,水果中富含的维C不仅有助于调节血糖,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,还是辅助减轻体重的重要因素。 与人工合成的维C相比,蔬果中的维C更为天然,无添加剂,更为安全可靠。 科学研究亦表明,饮食结构中富含果蔬的人,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对较低。 这是因为果蔬中含有的特殊营养素能够减轻身体炎症,而过多摄入糖分和添加剂的食物则可能加剧炎症,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最后,根据营养学杂志的研究,坚持多吃果蔬的女性患上皮炎的概率远低于摄入较少的女性。 这是因为果蔬中的抗氧化剂是形成皮肤胶原蛋白的重要物质。 同时,维C还能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,保持皮肤的水分和弹性。 俗话说得好,一日一苹果,医生远离我。 苹果,这款大众化的水果,不仅营养丰富,而且价格亲民,是全面补充营养的绝佳选择。 然而,有些朋友因为脾胃不佳,对生冷水果望而却步,别急,今天就来教您如何健康地享用苹果。 首先,苹果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,这些天然物质虽然含量不多,但对人体却有着显著的生物效应,能够促进健康。 因此,苹果被誉为功能性食品,苹果尤其适合高血压患者,它富含钾元素,而纳含量较低,能够中和现代人高盐饮食的不良影响,常识苹果对高血压患者大有弊益。 而加热后的苹果,其多分类物质不仅不会减少,反而会增多,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,助力降之降压。 此外,苹果还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,每天食用两个苹果或饮用一杯纯苹果汁,能有效降低血液中不良胆固醇的含量,预防动脉栓色,熟苹果中的假盐,能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内盐。 进而降低高血压,对动脉硬化,关心病,脑血管等疾病起到保护作用,预防心脏病。 苹果也是一把好手,它富含液酸,作为维生素B的主要成分,液酸能有效预防心脏病的发生。 同时,苹果中的果胶能减少人体对糖和脂肪的吸收,从而降低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。 对于记忆力减退的老年朋友,苹果同样不失为良方,它富含新元素,能够强化大脑记忆力,维持大脑健康。 而苹果中的花青素,这种多酚物质不仅让苹果皮呈现诱人的红色,还有助于改善心脏健康,甚至被学者研究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。 值得一提的是,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食用苹果。 苹果的甜味来自自然糖、蔗糖和果糖,适量摄入并不会对糖尿病患者造成不良影响。 当然,如果您脾胃不太好,可以选择将苹果煮熟后食用。 熟苹果具有止蟹作用,果胶加热后会变成小分子,起到收敛止蟹的作用。 同时,苹果皮中的柔酸也有助于收敛肠道,减少大便的水分,对于止蟹非常有效。 煮熟的苹果纤维软化,对胃肠道的刺激更小,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食用。 需要注意的是,普通腹泻者可以适量尝试,每次约30克即可,严重腹泻者仍需及时就医。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些热食苹果的制作方法,谈及苹果红枣汤的制作。 我们首先需挑选一个苹果,用清水洗干净,苹果。 被誉为智慧果、记忆果,其低热量、低糖分的特性,加上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,使它在众多蔬果中脱颖而出,成为营养价值最接近完美的水果。 其中蕴含的果胶,如同体内的清道肤,能够有效清除血液中的坏胆固醇,促进肠道通畅。 而其丰富的甲元素,不仅有助于防治高血压,更能扩张血管。 为身体注入活力,哈佛医学院的最新研究更是揭示了苹果的右翼神奇之处。 类黄酮,这种营养物质除了具备抗氧化和抗炎的卓越效果,能够抵御日常毒素,预防心血管病、糖尿病、癌症等疾病,更能够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退化,让智慧之光长久照耀。 值得一提的是,苹果皮同样蕴藏着丰富的营养。 因此,在享受苹果的美味时,我们不妨连皮带肉一并品尝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几颗桂圆,轻轻包去外壳,取出晶莹剔透的果肉。 桂圆,富含蛋白质、矿物质和葡萄糖等营养精华,被誉为健脑抑制,消除疲劳,宁心安神, 益气养血的佳品,适量食用桂圆,不仅能够提高造血功能,增强记忆力,更能抗衰老。 防癌抗癌,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,因而在中医学上被誉为不老药。 然后,我们挑选几颗红枣,彻底清洗干净。 俗话说,日食三枣,长生不老,红枣作为平民滋补佳品,富含维生素和铁元素,具有出色的补血效果,将准备好的苹果。 桂圆和红枣一同放入砂锅中,注入适量的清水,盖上盖子,大火煮沸十分钟。 待时间一到,轻轻揭开盖子,撇去浮沫,一股淡淡的香气便扑鼻而来,经过烹煮,苹果的结构发生变化,多分抗氧化物质增多,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,呵护心血管,延缓衰老,与红枣桂圆搭配,更能发挥补气补血,安神养心的功效。 这碗苹果红枣汤,酸甜可口,不仅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孩子食用,能够促进肠道健康,缓解便秘,对身体益处多多。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,它更是美容盛品,能够减少皱纹,延缓衰老,长期食用可使脸色红润有光泽,焕发青春活力。 苹果山楂大枣汤,这款食疗佳品,源自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范志洪老师的自用秘方。 其味道纯莓可口,饭前一碗,酸甜浇汁,足以开胃提神,唤醒沉睡的味蕾。 汤的配方简单,却蕴含深意,仅需一个苹果,十个山楂,十枚大枣,即可熬制出这一碗美味佳肴。 制作过程中,将三种食材去和切块,先以山楂,大枣入锅,加入800毫升清水煮至沸腾,再投入苹果块,细火慢炖20至30分钟,直至食材绵软,根据个人口味,可适量添加冰糖增味,怕冷者可加红糖以驱寒。 糖尿病患者则建议以木糖醇替代或是不加糖直接品尝,苹果一经加热,其中的膳食纤维与果胶便变得柔软,更易于人体吸收,使其营养价值得以充分发挥。 同时,其所含的多酚类天然抗氧化物质也会大幅增加,这些多酚不仅有助于降低血糖血脂、抗氧化、抗炎、杀菌,更能有效抑制血浆胆固醇的升高。 有一位香港的长寿老人,年纪96岁高龄,虽患有糖尿病,但正是这碗汤帮助他稳定血糖。 43年来,血糖始终保持在安全范围内,红枣,自古便是补虚益气,养血安神,健脾和胃的良药, 对于脾胃虚弱,气血不足,倦怠无力,失眠等症状有着良好的保健效果。 而山楂,除了能开胃消食,还有一定的补屑作用。 这碗汤,既能健胃消食,又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,长期坚持,就连顽固的大肚腩也会逐渐消失。 而在寒冷的冬季,养肺更是重中之重,许多朋友喜欢煮梨汤来润肺, 但您不妨试试在其中加入一个苹果,营养将更加全面,这款二小调苹果梨汤。 以苹果,雪花梨,银耳,大枣为主要食材,银耳需提前煮制30分钟,再将切好的梨。 苹果,大枣与银耳一同放入电压力锅中,调入少许盐以解腻中和,煮制一小时即可享用。 至于苹果的吃法,也需讲究,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,每天摄入200至350克的水果为佳,而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约重200克,因此每天一个苹果基本就能满足日常水果需求。 而食用时间方面,饭前更佳,因为水果中的营养成分多为水溶性。 饭前食用更易于肠胃吸收,特别是对于希望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,饭前吃水果能增加饱腹感,抑制食欲,有助于减肥。 但请注意,饭后立即吃水果会增加肠胃负担,尤其是老年朋友,长期如此可能导致便秘。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